卡利布去哪里了 非常好的问题 卡利布在之前 我在想他会不会是黑胡子的势力 他口中所说的那个大人是黑胡子 这是第一个我认为 排在第一位的先决可能 那会不会是红发呢 红发毕竟他们很快就来到和之国 很快就走 说明他们在和之国有可能有限人 很快得到他们的东西之后就走了 那这个人有可能也是卡利布 那卡利布的这个归属问题 在很早很早以前 根据这个极地动物军团的这个方向 其实我也说过 卡利布有可能会在未来加入罗这边 因为罗的海军团 其实有潜在的极地动物军团的属性 不管是北极熊啊 五金啊 海胆啊乱七八糟 反正都是海洋的 而且都是极地那边的 那卡利布他就对应着这个迅速吧 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可能加入罗这边的 他有可能跟红星一伙在一起 那他跟红星一伙在一起倒不用担心 他跟红发是一边的 他口中的大案是红发这边的 目前来看是没有问题 他如果是黑胡子势力之下的 那就比较令人担忧了 他知道白星的秘密 他到这边又知道了冥王的秘密 有可能他一直在偷听咯 听着罗宾 兽洗烧还是罗的对话 然后在知道海王的秘密之后 又知道了冥王的秘密 然后在统一的汇报给他未来的那个大人 所以说卡利布就目前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角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